你这样你也挺往前啊 那你并不起来你扎不住 是啊 我一天想也不好看 所以我说往这边 我从来不会这样走 罗伯早 走啊 你在干嘛 今天要干嘛 你不是说过了酒食这样减脂了吗 你还喝这个 肯定没有到酒食 谁信啊 我跟你说我已经好几天 89.9 职业运动员 精神代谢很快的 先试一下那个秤 我每天都秤 那你根本有什么必要 你先别拍 怎么样 我跟你讲职业运动员剪脂很快 不需要担心 我肯定能把它剪下来 因为今天是我剪脂的第一天 我要开始补气喝起来了 一般非赛季来说和赛季 我对补气的使用会稍微有一点偏好 非赛季 我更追求的是以食物补充 然后等到我开始减脂的时候 我补气的使用会稍微增加一点点 苹果味的SMB 它是帮你增肌的 BC 防止肌肉流失 蜜桃冰茶味 然后这个是古安鲜 帮你恢复的程度 所以三个口味 把它混在一起 做实话有点变态 怎么样 我尝出来这个味道 这个水蜜桃 好喝吗 还行我觉得挺好喝的 我这个叫做激情沙滩 我会在这边放一个购买的一个链切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购买 这个对我来说听课有比较有效 在本期视频最后 我会放上我的粉丝福利 但是不是现在给你们讲 不是现在 有多少人知道他 然后他是我哥你知道吗 我叫他一直叫哥的 在上海住一个小区 跟他一起参加 过一场比赛在香港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小组第二 他小组第一 同时呢 他拿到了精英卡 然后我是职业联盟 他精英联盟 他精英联盟的职业选手 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金城大哥 大家好 我是魔兽的代言人金城 也是同样 不需要说魔兽 小萝卜的好朋友 在2017年 获得过香港 业余奥赛的 舰体组的全场亚军 小组冠军 然后全场亚军 然后拿到了精英卡 非常非常接近 之后再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是个非常伤心的故事 很接近 很接近 金城大哥 他练得最好的就是肩膀 因为你们总说 我肩膀练得不好 今天我要跟大哥 一起学练肩膀 你们等着之后 我肩膀就起飞了 还有我的自我介绍了 先开始做热身人 没关系 你这样拍就行了 打马赛克 大家好 我是吃货脸红的吃货汉堡 上一期节目 你们也看到了 王华老师不让我脱衣服 但你们看到了 诚哥他脱衣服了 所以我今天 有机会脱衣服了 首先我们是 史密斯杠零 坐姿推许 20公斤热身 汉堡已经立别了 然后热几组 热身两组 我来热身两组 热了一组 七月组推什么重量 接近一百公斤吧 两片半 冒费包 几下了 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推肩 几下了 不能丢脸 这个有无数个人在看你 你要推不动没关系 那我一会儿我也推不动 推几个 六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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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5 5 5 加油 蘿蔔 蘿蔔 你做完了 我的手放不下來了 你們上一組推了幾個 十個吧 十個 請幫我推一半 然後我推五個 你幫我推到七個 六 六 又一個直憋了 我為什麼出現在這個視頻裡面 阿神 人家把我的部分剪掉 剛才史密 現在是雅林推舉 我方沒有連續做兩個推舉動作 規定沒有 但很少很少 多少塊錢 三十五 來吧 十五 現在是我們第三組 我不知道一會要不要推到50 但是 我也好 三十零推多了 我會有一個自己的一個舒適區 就是在我能控制的重量裡面 其實做的會很順 然後突然超過這個重量以後 我可能就做不那麼順 就會有失水準 但如果說自己能控制範圍之內 我做的还是很满意的 你说汉马要推50 对 接过一下 不要挡我 走快走 六 五 八个 七 走 走 走 再来一个 你实力 走 可以 可以 不要放弃 可以 可以 你跟我说你不要放弃 我说那你帮我 接下来动作是测评曲 然后我们做几组 做五组正式组 然后再定前两组 所以加起来是七组 因为咱们做着做就借不到 这个咱们药物的力量 借不到很多精力 对 借不到 重量不大 那我们做几个 做12个到15个之间吧 12到15个 中等次数 然后多足数的方法 大先玩 好 我就要看 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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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起不来了 那么咱们下一个动作是 做的前名举 前名举 诚哥说他的前数弱 其实我的前数更弱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恶不我的前数 同样的一一四到五组 我会记住 还做地鞋吧 没做了 因为没有劲 还有整个腿 我还有手的弱子 不过去 因为第二四到五组 我就会计定了 24个肺炎 烧帅 后属 非常容易 然后我就是帅 一套训练都适合你的 今天训练就很有针对性 我跟诚哥 然后都是前竖比较弱 所以第一第二动作 包括刚才动作都是 带前竖的比较多 然后中竖的只有一个 后竖的也只有一个 所以要了解自己身体 如果说你是前竖已经很大了 那么你前竖就比例来说 应该少练一点 不能说受伤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做一下 我的本期视频一个重点 我要跟精神哥 讨论一下运动员 和普通人减脂的区别 运动员可能是在 在备赛就是他的减脂 和普通人纯粹想做个减脂 我想知道他们俩的区别 我身边也有很多会员 他在减脂的方面 也像也学我们这些运动员 用一些这些极端的方法 就是不吃碳水 这些东西去减 我是不建议这个方法 普通人和运动员减脂 是有很大区别的 你先介绍 你平时怎么样次备赛 因为我知道 像诚哥的话 方法很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这就是很不一样 大部分普通人用一样的方法 打比方你少吃点你可能就减脂 但是运动员的话 要了解自己身体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去减脂 你用什么方法 人类是分三种胚型 外胚中胚内胚 所以根据自己的胚型 不同的去摄入饮食 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一望无际的 自己只用一种方法 需要去多尝试 我是属于极度的那种外胚型 就是干吃不胖的那种 所以我要摄入很多的热量 去补这些缺口 尤其是对碳水不敏感是吧 对我对碳水不太敏感 他现在一天吃三斤米饭 三斤甚至四斤米饭 你现在可以看到 他体质还是保持的 非常非常低的状态 他也测试出来 对碳水不太敏感 我自己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中偏内胚型 对 中胚型偏内胚型 所以我是属于一增一减吧 很适合健美 我不知道 反正自己长 基本上没有极限 我以为我 你看我跟你们说 我极限90公斤 结果一下就突破90公斤了 而剪的话 你之前看到 我剪到75公斤 虽然王华老师说我75公斤 可能不是我该减的体重 他觉得我可能掉肌肉了 因为他觉得 我应该可能在77公斤 或者76公斤左右 所以下次备赛 我还需要多注意一些 我知道你平时备赛的时候 是不做有氧的 对 我很少做有氧 因为我的热量缺口 我要一定的 补充的一定的热量 我才不会掉 大量的吃碳水 像这种 但你一旦前置 你只需要没有热量缺口 他就期望往下掉 对 只往下掉 所以我一般备赛 一到半个月 我就可以出了状态 陈哥做的其实好像有点没意思 因为他减脂减得特别快 你应该找汉堡 汉堡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汉堡是爱好者 不是运动员 怎样 我觉得普通人的话 首先也是一样 跟运动员一样了解自己的 你属于中的 还是内的 还是外的 我知道很多像内配型 碳水都很难碰 一碰就胖 甚至是喝水都胖的那种 可能生酮不知道 是不是属于一种极端的例子 但是确实是个 比较有喜好的一个减脂 对于他们那种 一吃碳水就容易发胖的人 你还是要靠自己的 自己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减脂 而不是一望无际的 你干脆不吃碳水 长时间来 你的内分泌肯定是会乱的 你技术代谢也会下降的 对 因为你们还不了解 碳水的很多作用 打个比方 在备赛期间 我跟汉堡 我们一起备赛 对不好意思 他是减脂 我是备赛 像我 我跟他是一样的碳水 我就感觉没有问题 我可以正常保持训练 汉堡就不可以 所以他可能是外背心 你是外背心吗 我是减不了直胚 碳水不是一味的不好 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觉得你的碳水量 你首先要满足你的训练 然后再讲讲脂肪 因为很多人很极端 吃脂肪长脂肪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我备赛期间 我是喜欢吃脂肪 因为我自己测试出来 我对脂肪的吸收 没有那么好 意味着就是 我需要花更多的 就是打个比方 我摄入50克脂肪 我饱腹感非常强 我需要有很久的时间 把它消耗掉 所以我就很适合吃脂肪 因为我只要吃脂肪了 以后不饿了 平均下来在减脂期间 我脂肪在60克到80克 其实算偏高的 但我碳水会压比较低 诚哥的话 他可能就不一样 你觉得你脂肪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然后碳水会稍微高一点 对 碳水会高一点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 诚哥比我高一点 然后我们体重可能都不会差太多 但是我们减脂的时候 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所以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不要一味的听某一个理论 你可以去实践 但是不要就是完全的 打个比方两个月执行下去 我自己觉得三周 你就能测试出来 你对这个方法到底合不合适 先讲讲蛋白质 因为很多人 可能把蛋白质提到非常高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把蛋白质当成你的材料 一种你减脂 或者增肌的一个材料 就可以了 我自己在减脂的时候 比平时蛋白质摄入 会高个可能三分之一 然后为了保证 我自己可能不会掉肌肉之类的 我可能最高最高 就240克 因为每个人的每天 蛋白质的转化 它那个动化量 它是有限的 对 每个人都有限 你要测试出来 因为有些人他一吃蛋白质 可能就放屁 他可能就不吸收 就跟我 我是脂肪是一样的 吃的过多是属于无欲的 对 而且对身体会有一些负担 你一般吃多少颗蛋白质 减脂期间 体重我是按磅算的 我是一磅 摄入1.5克的蛋白质 我赛季的体重来算的话 接近一天有 接近300克的蛋白质 我只吃240克 所以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不是吃太少 所以我就要吃肉 不是 我知道有人吃400克的 就小小的还是吃400克 就拿命吃 我这次要做一个爱好者 去做减脂 然后我要试一下这个方法 普通爱好者不需要 特别精确去计算热量 你可以去试验出来 打个比方 你平时一日吃三餐 你每餐其实吃的量是一样的 除了说你再增加零食 打比方一些零食 一些奶茶 一些甜品 抛开那些不算 正常大家吃的这个量 能让你维持你每天体重 其实是不会变的 对 你体重变化 可能是因为最近吃了更多的糖 然后导致你体重上升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也会吃糖 所以我第一步 我做的不是说 马上进入一个 我以前备赛状态 我第一步可能就是做到 把我的糖全部去掉 因为我飞赛期吃的很乱 然后正常餐继续吃 我会慢慢的增加一点点油氧 我体质是这样子 一定要需要做一些油氧 可能增加10到20分钟的油氧 在训练后 慢慢的适应这种油氧 然后这个时候我建议大部分人刚开始一个节奏 对 因为很多人最开始的体重 就是大家全部水煮 讲到水煮 你建议水煮吗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诚哥用过一个很极端的方法 对 我用过 16年的时候 我用过一个很极端的方法 去比全国赛很累的 因为有接近45天左右 基本都是水煮 就没有其他餐 就是水煮的鸡胸 西兰花 还有红薯 没有其他的多余的餐了 所以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状态 保持不了你每天的训练的 一个强度 无论你吃再多什么碳水蛋白质脂肪 但是你没有纳的话 对 没有纳的话 你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太好 因为长时间下去身体也会狂 对 所以纳一定要摄入 所以我们刚刚讲碳水蛋白质脂肪 包括纳 然后水都需要去摄入 是缺一不可的 因为它是你平时吃的东西 突然一减食就不吃了 不是这样 你身体会不适应的 对 起早那么长时间内没有纳的话 第一呢 首先是身上是没有水分的 大部分爱好者是有自己生活 其实很多运动员也有自己生活了 慢慢来 慢慢来 要有个适应的时间 而不能是完全你一下子说明天开始减脂 明天开始把整个饮食都给改掉 对 然后你的代谢可能从这儿 啪去到这儿了 对 那方面都会混乱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 还有一个在目标上 因为运动员会用很多极端的方法去做 他为了这个目标可能不择手段 就是说我只要能减下去就行 我损失肌肉也行 但普通的爱好者我不建议这样 爱好者可能就是说 我想让我形体变好看一些 因为每个爱好者的他目标也不同 有的人就想拍个照 拍个照片 对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都不需要走向一个极端的方法 你觉得还需要什么补充的 罗伯讲得很好 诚哥太谦虚了 对 因为他对他来说减脂太容易了 ok 我很少出镜 因为我是罗伯的属于好朋友 也是好哥 所以我备赛的时候 我也会请教诚哥 让他帮我调整 打个比方冲碳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非常感谢诚哥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把他邀请过来 然后也很感谢他 如果你们喜欢 我未来可能会跟诚哥约更多的训练 因为他在广州 有机会我去广州可以约他训练 然后会给你拍更多的训练视频 欢迎你在弹幕里面给我留言 或者说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估计再出几次 然后诚哥就适应了 好 感谢你们 我今天的本期的粉丝福利 汉堡 这个 挺好大的 哦 好 果然先安 那一般来说放在训练后喝 帮助身体恢复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转评赞 然后抽取一个人 赢得果然先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